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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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希希哥 又到了午餐時間啦 我們今天中午午餐吃什麼呢 吃廣風燒辣飯 這家啦 這家在網路上非常的有名 而且非常火熱 而且它做得非常久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沒有辦法在那邊用餐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所以它不讓人家內用啦 所以我們只要把便當帶回來啦 你知道為什麼要介紹這家 雖然台中啦 我吃廣市燒辣飯齁 除了向上市場那一家還不錯 這家是第二家 這家也還不錯 還有另外一家 可是另外一家價錢有點過高 它叫精華 真的是價錢比這些都還要來得高很多 它的味道也還不錯 我們今天買的是三寶飯跟烤鴨腿 我們來介紹三寶飯 三寶飯有什麼呢 這個是烤鴨啊 這個是油雞啊 這個是叉燒啊 再來就是有三個配菜 這個是豆腐 應該是炒青江菜吧 這應該是白菜 再來就是烤鴨腿飯 這也是一個必點的 烤鴨腿非常非常的好吃啊 而且烤鴨腿還不是常常有 烤鴨腿這是我強烈推薦 它就是一隻非常大隻的鴨腿 這個烤鴨腿喔 不好買喔 這是可遇不可求啊 所以你在排隊的時候 你就問他說 現在還沒有烤鴨腿 他大部分時間都跟你講說沒有 像我們是運氣很好 我們今天去的時候 他正好把一隻鴨 開始殺 所以代表他有兩隻鴨腿 前面的沒有點 那所以我們就點到了 第二個推薦是三寶飯 這就是三寶飯 三寶飯我也蠻推薦的 因為他所有東西都還蠻多的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就開始吃了 因為這家我常常去買啊 只是一直沒有時間拍啊 因為 你也知道 因為人很多要排隊 我就覺得 每次經過那邊 我就覺得 這麼多人 就想要算了 今天正好經過沒什麼人啊 我就趕快去排隊了 那我們就開始吃吧 我們先來介紹 我老婆最愛吃的烤鴨腿 來 烤鴨腿為什麼 大家喜歡點嗎 因為它的油脂非常非常的多 這咬下去 它那個肉跟油脂 那個整個在嘴巴 劃開來 我們來吃一下 它真的有點油啊 烤鴨腿真的是強推 大家去的時候一定要先點烤鴨腿 因為它價錢也不貴 像有些的店會肉很硬很柴 他們家肉真的是完全是軟的 真的是我可以跟大家保證 好 剛剛介紹完烤鴨腿的話 那我就開始介紹它的叉燒 這就是它的叉燒 我們去的時候它叉燒已經快要賣完了 嗯 很有港式的味道 這家叉燒也蠻好吃的 那接下來就是油雞 它油雞也不錯 它那邊還有一個免費的辣椒醬油可以加 那個我也蠻強推 可是那個真的很辣 如果你能夠吃辣的話 我會建議你就直接用吧 因為我看蠻多人都直接這邊自己加 然後加了整個都是辣椒 所以它這家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燒辣很好吃 辣椒非常辣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它那邊有一個免費的那個湯可以讓你拿 那個你真的一定要去拿 因為它送的湯是金針湯 金針啊 非常的多啊 這是金針湯啊 一定要拿 不拿你會後悔 因為它真的還蠻好喝的 因為它金針放很多 所以那個湯非常的濃 所以喝起來金針的味道非常重 如果你要買這家的話 我會建議你大概11點半過後去買 你就有可能會買到烤鴨腿 如果你正宗12點去的時候 我告訴你很多的東西都已經賣完了 像它剛剛就已經講了 烤鴨最後一隻了 還有叉燒也只剩下一點點 燒肉已經賣完了 那個我還沒到12點 我大概11點50去耶 它燒肉已經賣完了 那個油雞也差不多也快賣完了 所以 要吃這家請早點去 今天就記得要到這裡了 這就是我們的中餐 改天再跟大家 推薦一些好吃的東西 喜歡我的影片就按訂閱吧 如果不喜歡就算了 我也不勉強 呵呵 跟大家說聲 掰掰 掰掰